Hello 大家好 莎仔 今天想分享一個國內很熱話的近日 有一個小商店 在某菜檔拿了7斤菜回來 拿了2斤去化驗所 可能這是商業程序還是國內的程序 只剩下5斤菜 賣了出去 5斤菜賣了20元 賣了10元 後來檢驗所說 那個菜的農藥含量 還是不知道農藥的其中什麼成份 超標一倍 後來跟他談 罰了66元 內地就說 怎麼搞的 人家賣了10元 因為5斤菜賣了20元 賣了10元 罰人66元 你誇不誇張點 這是對話學人有詳細資料的 大家可以去對話學人聽 我就聽了 其實檢測所 法庭那邊的判案其實有根有據的 他有問過 你買的時候 你知不知你在哪裏買 光顧在哪裏買 交出那個人的名字 交不交得出呢 另外有很多其他Kelikora都有問過 而法律上就說 1萬元以下的生意 如果你發現這些是超標二 你交不出任何資料 你便需要罰6萬元 罰6萬5千元 起步跳是6萬5千元 大家都知道 因為他無辜 所以才罰他66元 因為法律起步跳也有6萬5千元 其實他很著情 那些人當然要吵 別人賺10元 你罰6萬6千元 有沒有這麼過份 那莎姐聽完之後 我又覺得 這個語過份不過份 就是一件事 你賺10元也好 賺1萬元也好 那個法律是說6萬5千元起跳 你很難說什麼 第二件事 我自己覺得 說這些話的人 是因為 他不是住在那條村 他不是住在那條村 所以你當然覺得 搞了人就賺10元 是10元是很少 但他的影響力 是可以殺死整條村的人 你想想 如果整條村的人 你收人罰6萬6千元 那就很正常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問一下他五斤菜 我當你每一家人買一斤 不是買半斤 買半斤就死得人多 你一家人買一斤 你有五家人是吃到的 一家人我當你四個人 五四就中二十個人 有些人 有些人 而且在農村 有些人一家人有七個人 七五三五的 有三十個人可能會中招 而且他們那邊 對衛行人那邊說得很清楚 檢測出來的藥是超標一倍 是會導致人家身體有嚴重傷害 你記不記得我們當年的大頭B 這個就是因為學識不足 純粹為錢 我很相信這個小店 就不是因為錢的問題 因為他都肯拿了七斤菜 他都拿了兩斤去化驗 即是說他都是會跟足程序做的人 但是問題是 他沒有記錄下 他在哪裡買的呢 來源不清 你要搞清楚 只要他能夠拿出證據 他是不需要吃光這個問題的 他完全就是受害者 政府也不會罰他 最多是警戒一下他 或者罰他可能幾百 或者一千幾百 但是因為他不能夠拿出證據 政府就唯有要你承擔所有責任 他也說他不能夠拿出證據 就是賣了給哪一家人 你只能夠兩樣 一樣做出來的 罰都不會是這麼厲害的 如果你能夠拿出 可能他哪一家人買了 可能用微信支付 他能夠找回那家人 可能又沒有那麼大問題 而他可能用微信支付 去給錢那個菜販 他能夠刮那個菜販出來 他就完全沒有事了 但問題是在這兩方面 他都做不到 那就沒有辦法 唯有去吃光 難道我說不是呀 不是呀 我是無辜 我相信你無辜又如何 但你真的拿不出證據證明你無辜 我怎知道你這頭說無辜 原來那個菜販就是你親戚呢 你親戚在後面可能種過農場 你會不會這樣呢 所以這個是必須要嚴懲的 你要知道 他是拿得少而已 所以會將會中招的人少 如果他拿得多 不用多 他拿20斤回來 賣 即是拿50斤回來賣 或者拿20斤回來賣 20斤吧 多4倍了 根據莎姐剛才這樣的算法 20斤 1加4口 就80個人種椒 如果7個人1加7口 20斤就100多人種椒 整條村子 這個是很嚴重的事 這個並不在乎他賺多少錢 是只是幸運他拿得少而已 他拿10斤20斤回來怎麼辦 這個是嚴重性的問題 並不是他賺多少錢的問題 當然啦 我覺得韓仁先生說得好的 如果你說賺10斤 佛萬多有 真是甚麼 可以將刑罰是調減的 可能是售價的幾倍 他提議就是售價的幾倍 我都覺得這個是不錯的 我又覺得可以是售價的10倍 然後再設一個最低消費 你想想 我售價可能剛才他說的 5斤菜20元 即售價4元 如果售價的10倍都是400元 售價10倍 對 20元 即是4倍 即是80元 也不是很貴 你明白嗎 如果他下5斤 他賣了20元 賣了20元 即是4元一斤 那他20元賣出來 如果你4倍的價錢 最低消費是1萬元入場 即是我不管你賣10幾一斤 總之最低消費都要1萬元 如果你是真的無辜的話 即是好像剛才那個案子 你真的拿不出的 那你最低消費1萬元 但有時候有些人不是的 有些人是故意的 我們不可能因為 一個半個無辜的人 而放生那些故意的人 要知道 中國市場很大的 要走也很容易走的 你不罰得金 那你就等於放生其他 那些有能力去走這些法律下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個刑罰是要重的 亦都可以這樣說 是比較尷尬別人 就是說 以後 不要買些不明來歷的東西 即是作為商人 你都不要買些不明來歷的東西 你一定要清清楚楚知道 他的來貨在哪裏 這個是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你現在是保障全國市民的健康安全 你要知道 中國這麼大的地方 很多農村 很多 鄉教 他不是城市的話 他的制度是沒有那麼完善 這些東西 是很多時候都會 可能經過田 阿姐你那個多漂亮啊 宿米多少錢啊 這樣 很多時候都會這樣的 然後再轉手 你不要說那裏 香港都有 我們青衣 我們這裏 其實有很多阿姐 就拿著一桶蜆 拿著一桶 青口 還是什麽 拿著一些東西上來買的 他就告訴你 在山上自己摘的 在海裡自己摘的 其實就不是在荃灣街市那裏 拿回來 然後買貴多少 因為有些人懶 一下車 未必會再去街市 那裏就在那裏買 如果他那些東西 是有那些什麽 沙門士菌 什麽什麽菌的話 都是中招的 現在其實 國內就是想 撇除這些東西 因為香港少 我們覺得 有沒有搞錯 這麼誇張 但國內很多這些 村莊 都會有這些營運 他現在不是說 不讓你這樣買賣 只是說 你要知道你的來貨在哪裏 你只要 但凡你可能 你微信 有那個人的微信 你可以找得回 因為內地微信 是實名制的 你給了錢 你就可以找得回那個人 那你就不用被罰 這個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那些人 買這些菜 你便 他給微信支付你 你就找得回那個人 那你就又可以沒事 現在就是他兩頭都找不到 那沒辦法 我唯有要你吃 這些叫做什麽 殺雞儆猴 不是想這樣做 知道你很慘 但是也沒辦法 如果不是 到時就會有很多的人 會走這些 大家知道 下毒藥 那些菜才生得好 毒死了那些蟲 那些蟲 但問題是 對於人也是有害的 而很多時候 那些農夫 那些什麼 他怎會有這麼高質素 他不會讀化學的 你明不明白 他如果是化學博士 他就不用做農夫 那他只要知道 只要我下這隻藥 那些蟲就會死去 那些植物就會生得好 那就可以賣到 那就可以賣得貴一點 或者賣得多一點 但他不知道原來這些毒藥是洗不到的 會殘留在那裡很久都不化的 他未必知道 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 唯有要這樣去懲罰 而國家也都不可能 每條村都找個人洞在那裡 找個民警洞在那裡 不可能的 民警也都不懂得那些化學東西 證如我們去點倉那樣 他說這個是幾個口釘 這個是幾個口釘一盒的 我難道還去跟他拆開 是不是真的這麼多寸的釘 不會的 他說是就是的 他說這個叫什麼釘 我就相信他的 我難道還在跟他翻書 這個釘是什麼釘 是不是釘什麼釘 不會的 這個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所以有些人就是 他不理解 很多時候都會覺得 用了一個人情 用了一個好心去揹 有些人說 傻姐你怎麼這麼冷漠 你看一下 如果吃那個是你的時候 你會怎樣 如果是你家人吃了的時候 會怎樣 點到點唐剪席的時候 你不可以去死 你到時候又會反過來 留政府為什麼你不罰他 他買這些東西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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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很多東西 內地都不是說叫 雖然整天 傻姐都唱很內地 但有很多東西都還未完善 我亦都不相信 有一個叫做完美的國家 不相信 但現在透過這些東西 去慢慢完善 沒有辦法的 你不發生的 沒有人會知道 沒有人有一個叫做 叫做水星鏡 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 所以我現在就可以預備 沒有的 那個地方都沒有的 我們國家的優勝 就是說 當我們發生事的時候 我們不去逃避 我們去改善 令到那個環境更加好 以前很多年前回內地 你要很害怕 尤其是新疆的民族 你要很害怕 要離開 因為他們身上有大刀 他們在廣州身上都有大刀 如果有什麼事 他們一野捅過你 最多他回到新疆 因為他們沒有錢 他們生活苦 現在會不會 不會 新疆生活得多好 誰有空跟你玩這些 所以是不同的 我們國家是改善了很多 但是未至於是完美 但是有很多西方國家 你看一下 有改善過嗎 沒有 疫情搞成這樣 它有改善過嗎 沒有 接著 經濟這麼差 它有改善過嗎 沒有 叫它減關稅 讓他們的國民生活得好 不用捱這麼貴的東西 不就是 那你就看到了 每個國家有負責自己的問題 但是問題是 國家領導 可不可以改善呢 這個制度 剛才說的制度 不是問題 就是說 我們怎麼可以再優化它呢 66,000真的很金 但是問題是 我們可不可以用其他 好像我剛才說 零售的幾倍 然後最低消費是多少 不夠都罰一萬 這個還要證明你 不是故意去做 不是刑事去做 你是無知 所以要罰這麼多 如果你是故意去這樣做 當然不跟你說笑 你直接坐牢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的 還有 我想國家 遲早的了 都是要究竟 因為國家要限制農地 所謂限制農地 就是農地不准賣這麼多 就是國家要有佔多少%的農地 所以農地不可以隨便買賣 一定要種的 如果是農戶的 有多少 可能每個農戶出的東西 它需要定期有國家 派委員去抽籤 就是抽去驗 定期有人去教他們 告訴他們發生什麼事 所以就不可以超標 然後可能把一些合格的菜 給他們一個標籤 標籤 這一批是合格的菜 有什麼事 那些客人買了 可以根據標籤 去投訴 或者其他 我覺得 將來都要這樣 到時候 可能就算中間商買回來 有這個標籤 那些客人有什麼事 他都用這個標籤 去跟上面報告 我是買有標籤的 我不是買沒有標籤的 或者之後 唯有叫些人更加小心 就是每一次買東西 都要知道自己是哪裏 哪裏的龍門 不要光顧街邊檔 這個是事實 因為本身街邊檔 都是有一個封建的 譬如我們經常吃的 煎養三寶 經常在街邊檔 為什麼以前是有街邊檔魚蛋 現在沒有呢 當然是第一 街邊檔沒有衛生問題 第二就是街邊檔走鬼的時候 熱辣辣的咖喱魚蛋汁 是會六七人的 所以現在基本上 已經是沒有走鬼魚蛋檔 現在基本上都是上了舖的了 成本會增加 但亦都是保障了市民的安全 所以我們要看回 我們不可以只是從一個 懶是有愛心的地方出發 是啊 它賺得那麼少 你快去那麼多 就是叫它去死 但亦都要這樣說 你是怎樣看安全的問題 正如我這樣說 可能整個村人出事 這個是哪個負責 這個正正好教訓就是 所有造商的、營商的 都要有單據 知道你是在賣什麼 這個是一個長時間的街路 你沒有一個這麼金的 照做什麼 打擊 那些人就不會有這麼深刻的人 對呀 我不要隨便拿東西下來賣了 我都真的要看清楚 拿好單據 或者用微信支付 起碼找得到個人 我覺得這個 希望跟大家商討一下 有時不要把愛心泛濫 濫用 今次就講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